小王是南京市古楼区财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今天下午他要到别的单位去办事 这路不远不近 两公里走着走过去浪费时间 坐公交不方便 申请公车太麻烦 怎么办呢 你也想到了骑自行车 没错 小王骑的还就是古楼区特意专门设置的公务自行车 看看 在南京古楼区首推公务自行车 短途办公前先去借辆自行车 已经成了不少公务员的习惯 而借车程序简单 骑车方便 公务自行车很受公务员的欢迎 这个车方便吗 很方便的 我们办事 然后只要拿着那个我们的有效的证件去 那个我们一般是拿办法去 然后在那边登记就可以来借用了 不堵 对 这个是不堵 而且省了等公交车的时间 而且也那个省去了 就是停车的那个一些麻烦 古楼大厦保安的本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登记用车记录 保安告诉记者平均每天都有二三十人来借车 他们的登记本子两周就得更换 古楼这个地域应该是属于城区 所以说交通的压力比较大 包括我们的停车难 行车难 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节能减排环保的因素 我们就是由我们政府配备了就是一百辆公用的自行车 分别放在古楼大厦和下关大厦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说实话 这条消息让人看了眼前一亮 我觉得是个进步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用公务自行车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比方讲不能在外边过夜 必须得在下班之前把它还回来 而且不能用作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工具 我觉得现在它这个公务自行车还是处在一个倡导的阶段 就是说只能希望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公务人员参与进来 其实甭管是靠个人的觉悟 还是靠制度的约束 最终可能都得靠主要领导率先垂范